滚滚泥沙伴随着巨石和树枝倾斜而下 整条路都被淹没 目击民众吓得忍不住 发出惊呼 满地都是深黄色的泥浆水 甚至连水塔也被石头砸到变形 一半掩埋在土里 受到迪亚带影响 南投县29号降下豪雨 位于水里乡上安村与新乡交界的三十甲地区 在下午2点40分爆发第一波土石流 接着又连续发生五次崩落 这场土石流导致唯一的连外道路被覆盖 大量居民因此受困 幸好目前没有传出伤亡 无法进行通行 台风凯迷带来丰沛雨量也造成部分山区土石松动 台首位于高雄美农的营业处 26日派前两名员工前进六龟区中心里 抢凶供水设备时 突然发现泥流混杂的树枝 疑似是要发生土石流的危险景象 两人急忙到车准备撤离 但泥沙流速时在太快 只好立刻汽车逃命 两人在盛大小腿堆的泥流中 惊困前进终于顺利逃生 后续重返现场 发现车辆已经被巨石给砸到完全扭曲变形 索性当时有及时离开现场惊险逃过一劫 今天有李仙秋平一谢嘉宁才能报道